首发名单来看呢 今天都没有太大调整 比赛开始了 在给到球队的左路这侧 许东带球大踏步的前进之后 这球传到中路 杨磊第一脚停球停 大了一点 曹康罚球去外的这脚大门 稍稍的偏了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的落点 陈立明这脚给出来之后 门前点球点附近 埃乌洛的这脚投球的 这边的回传 向前的传递 埃乌洛脚下的过渡 这边再分给范博健 这次往里给并没有阅位 面对门将轻轻一推 球进了 1比0 比赛的第29分钟 再来看一下曼靖多的回放 连续的传递之后 杨磊跑出空档之后 面对孙乐 再来看一下 脚下一推 这球不仅仅是打进了 苏州东吴的大门 而且还洞穿了孙乐的小门 给到了球队的右路 但是呢 看看这边 时辙横向的盘带之后 将球转到球队的左路 吴明飞直接 这下打门 还是惊出了 李帅 直接往门前给 来看看这一点 埃乌洛捕射 有没有机会 这下还是被 送到中圈附近的位置 苏州东吴 投球向前的一次传递 来看看这次 这个动作要吃牌了 这球并没有阅位 而埃乌洛呢 也已经完全跑出了身位 直接是拽倒了 埃乌洛 左路这边 来看看湖顶附近的位置 这叫打门 来自于陈立明 附近的位置 潘玉晨拿球之后 看看这球 直接摊过了对方 防守队员之后 旁边有队友接应 并不急 另一边 潘潮上跟上 潘玉晨想自己 该给了 这球 这个犯规动作 又要吃牌了 埃乌洛拿球之后 倚住了潘昭辉 这球出掉之后 这脚传的 实在是不是特别的理想 直接给到对方拳的脚下 看看这边 难道的机会吗 这脚大门 再来看一下 这次的传球没有给好 比赛还没有结束 场上的球员 无论是苏州东吴 还是 这球给出来之后 主裁判向遥 吹响了全场比赛 在结束的时候